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15日表示 拜登政府在就關押美國人問題達成1之後 對伊朗的總體方針未有改變 華盛頓將奉行威懾、施壓和外交戰略 布林肯在新聞發布會上告訴記者 他週一上週被軟禁的一些被拘留者的家人進行了交談 布林肯還重申了白宮的聲明 即伊朗對根據協議解凍的任何資金的用途 將受到限制 布林肯表示美國將對這些資金進行重大監督 上週四 伊朗宣布可能釋放5名被拘留的美國公民 作為解凍伊朗在韓國的60億美元資金協議的一部分 作為一系列複雜行動的第一步 伊朗運到4名被拘留的美國公民 從德克蘭埃文監獄釋放 5分之一的人已經被居家軟禁 伊朗宣布 伊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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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朗